上个月震惊整个北美乃至全球华人圈的事件 莫过于湾区渣男驱赶王妻父母 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一场讨伐战 同时还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大家纷纷改遗嘱立信托 现如今这场奇葩的闹剧终于迎来了中章 湾区渣男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 王妻父母是否会得到妥善的安排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 大概就是男主在三月中旬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 禁止老人看望孙子和孙女开始的 时间来到了4月7号 该案开庭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 原告也就是渣男本人没有出现 同时也没有派代表到场 证据也没有递交给被告方 如此法官只得宣布案件自动撤销 这也就意味着 此前渣男对潜约父母的驱逐令失效 说起原告为何无故缺席 恐怕大概率原因就是最近快被兔抹星子淹死了吧 据了解 开庭当天 线上有一百多人出现远程支持两位老人 此外 一直关注这件事的微博大V博主 称收到男主的私信正式撤诉 在信息截图中 原告男主表示 TRO执行 也就是临时禁令 已经在周四传真给警方取消了 同时男主还表示先前去法院 希望取消开庭 但是因为已经有了确切的开庭日期 所以无法取消 展览表示自己打算远程出庭 通知法官取消 结果实际上远程他也没来 除了这场被大家关注的官司之外 还有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目前也都有了一些定夺 首先就是前期骨灰安置问题 先前我们知道 王七的骨灰之前就埋在渣男住家的前院 这个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匪夷所思 而现在 王七已被安置在了加州的圣塔克鲁兹 同时石碑已于18号运到 但墓地每月交注水泥基座一次 所以现在再等交注完成 还没有下葬 此外 渣男前院父母手写了一封亲笔信也被曝光 信中大概还原了他们女儿 生死前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早在2020年 女儿因为肚子疼去医院做检查 没想到被确诊为了胃癌晚期 但2020年10月 渣男竟然借口弯曲空气不好 抛下病期跑到外地散心去了 时间来到2021年4月17号 两位老人终于抵达美国 当时女儿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 不能自主吃喝 躺坐都疼 只能侧卧 经常变换姿势 需要两位75岁高龄的老人日夜陪伴 甚至连上厕所都需要帮忙 身上也插满了各种管子 需要随时抽取积业 5月3号 女儿从旧经山医院回家 接受临终关怀 直到13号去世 在这期间 渣男除了晚上打营养液之外 很少来看他 女儿去世没两个月 渣男竟然要求岳父母 在7月20号到30号 陪外孙女去纽约旅游 就在这期间 渣男和现任火速闪婚 所有经过 两位老人竟毫不知情 之后 渣男和新老婆 几次出演的旅游露营等 把孩子和宠物放在家里 都是交由岳父母馆 每天的早饭 是由两位老人六点起床 为一家人做好 尽管渣男和新婚妻子 吃着老人做的饭菜 但家里安装了很多摄像头 如今的解释 竟然是怕老人们给他们下毒 说真的 不做亏心事 还怕鬼敲门吗 两位可怜的老人 还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首先就是尽快买墓地 回国安葬女儿 其实原本预定的钱已经付了 但后来因为渣男妈妈 觉得太贵 又给退了 第二就是兑现养老金承诺 这事又是渣男妈妈 来缠伙不同意 原因是 别人家是才往下传 我们怎么能往上传呢 这可真是有棋子 必有其母呀 第三就是尽快购买返程机票 让两位老人能够尽快回国 离开这个伤心地 事发之后 有一批在湾区生活工作的网友 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大家就线下组织 去渣男所就职的 Google公司前抗议 更有人直接写信给HR 要求Google处理此事 Google的HR Manager表示 该公司对职员的品行极为看重 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 这也算是这一连串 糟心事中唯一大快人心的 目前 虽然两位老人的临时禁令已被撤销 但他们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同时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伤害后 他们的余生 恐怕很难再有真正的快乐 在这里 小编真心希望两位老人死后 能够平静地过好每一天 也希望大家的婚姻 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